欧盟主席范德赖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 前脚G7才刚结束 后脚就抵达西班牙马德里 参加北约峰会 这次北约峰会首次邀请 印太地区伙伴参与 新战略概念也首次写进 中国对北约带来多方面挑战 地理位置在大陆后院的 日本南韩拥抱北约 是北京最不想见的 拜登政府也一再表示 并没有要筹足亚洲版北约 这场峰会被认为是 北约成立以来最重要一场会议 因为G7落幕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 中国很可能成为印太地区的威胁 他向G7领袖说明 东海和南海的状况 不容许擅自改变现状的原则 也强调台湾海峡和平 与稳定的重要性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预期北约会将中国视为新挑战 而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南韩 这次也以伙伴国身份参加 카메라에 잡히진 않았지만 基시다 후미오 일본 총리와의 만남도 이뤄졌습니다 基시다 총리가 윤 대통령에게 다가와 인사를 건넸고 3分에서4分가량 대화를 나눴다고 대통령실은 전했습니다 임식일에 참여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晚宴 혹시 신청을 전해서만 모스카� 혹시 도움을 도움을 도와주 또는 도움을 도와주 또는 도움을 도와주 TVS 뉴스 新闻综合报道